我们若爱上帝 又遵守祂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 约翰语书五章二节 贝蒂阿姨的爱 在我小时候 每当宠爱我的贝蒂阿姨来访 我就像是过圣诞节一样 她会带星际大战的玩具来 还会在离开时偷偷地塞给现金给我 当我到她家小住时 她会确保冷冻冰库里的冰激凌 也从不止我讨厌的蔬菜 她没有要我遵守太多的规矩 还允许我熬夜 我的阿姨很棒 她反映了上帝的慷慨和宽容 但若要健康的长大 我还需要另一种贝蒂阿姨 不同方式的爱 我也需要父母对我和我的行为 有所期待 并帮助我达到要求 上帝对我的要求 比贝蒂阿姨多 纵然他让我沉浸在他无尽的爱中 这份爱也不会因为我 抗拒或逃跑而改变 但他对我们也有所期待 当上帝教导以色列人 应如何生活时 他赐给他们十条诫命 而不是十个建议 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十七节 上帝知道我们会自欺 便清楚指出他的要求 我们要爱上帝 又遵守他的诫命 约翰一书五章二节 感谢上帝 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三节 我们能靠着圣灵的大能 活出这些诫命 同时经历上帝的爱和喜悦 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永不止息的 但圣经也帮助我们知道 自己是否回应了上帝的爱 我们是否顺从圣灵的引导 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可以口说自己爱上帝 但我们靠着他的能力所行的 才是真正表明我们对他的爱 你觉得何时最难顺从上帝 顺服与爱上帝之间的关联 如何让你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你在基督里的生活 上帝啊 我说我爱你 但却很难去爱 很难遵从 求你帮助我明白 如何用我的行动来爱你 感谢观看